这期主要是讲一讲有一些车友收到我们的方向盘以后 不知道我们这个Hub应该怎么去使用 就是说怎么设置会比较好 或者说看不懂 这边我就想来介绍一下 就是说起码我是这样设定的 我们以神力克沙针锋这个游戏为例 上面呢是有四颗按键 中间是两颗拨杆 然后下面有两颗比例的旋钮 也是可以按压的 我接下来就讲一讲我是怎么在这个游戏进行设置的吧 首先呢我将左上方的这个按钮呢 是设置为车辆的一些信息控制面板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车辆的一些定空系统啊 还有圈输成绩啊 还有一些维修站的信息 方便我们在比赛中呢 随时做一些调整 就在方向盘里面操作完成 然后右边这个按钮的话呢 我是用了一个视觉切换的效果 就是方便我们切换不同的视觉 然后右手边这边呢 我是设成一个闪关灯 有慢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闪一下对方 最右边这个我是设成一个维修站的线数 下面右边这个比例的按钮呢 我是帮大家设成了TC调节 方便我们对车辆的TC进行一定的调节 像左下角的这个比例旋钮呢 我个人是帮他设成了一个前后比例的刹车调节 针对性的调整自己的刹车前后比例呢 可以减少我们BOSS的情况啦 上面的拨杆呢 我是设成了一个雨刷 因为有时候雨天嘛 我就专门针对这个进行设置了一些雨刷 雨刷的话呢 也是看你车的 我分快中慢三个等级 然后向下拨呢 我可以更换车里面的赛车仪表 就是车辆的这种赛车仪表 它有几种风格 根据车型不同 右边的话呢 我是设置成启动键 我们向上打开油崩 OK 然后向下启动发动机 这样我们就启动 但是带入感是比较强的 然后呢 这项功能我建议就设在拨杆上 比较不容易误操作 OK 然后我们右边呢 就是夹挡 跟现实中当中的车是一样 然后我们左边呢 就是减档 减到N N再往下减呢 就是倒档了 然后相信这个大家都理解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讲方向盘吧 我们方向盘采用的恐惧呢 是标准的70恐惧 就是通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一些改装方向盘 方便车友呢 日后自己去进行方向盘的更换或改装 我这边呢 也是用过好几款方向盘了 像这种发毛皮的啊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针车上面包的一种好一点的那种 二层牛皮的发毛皮 然后还有一种水转硬的碳线维纹啊 还有这种木质的方向盘 但是它不是实木啊 然后这一款的话是凹面的方向盘 这款用的是一个人造皮革 对比起发毛皮的会更耐用一些 然后这边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DIY出来的 左边呢是一个纤维的皮 右边是一个反毛绒 当然这个两边手感都 比较一般不怎么样 这一个的话呢 是公司改装车上拆下来的 它用的是一个头层的发毛皮 所以质量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看我们现在这经常用的发毛皮 其实都已经摸凸了 就是它已经不发毛了 因所以说发毛皮呢 是一个比较比较脆弱的一种材质吧 呵护一点的话呢 就是要带带赛车手套去玩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时间久的话呢 那个汗了 留在手上 有手汗的话呢 它会更加加快的 它那个发毛皮老化的情况 再贵的发毛皮 其实都有这种缺点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木质方向盘 木质方向盘 建议可以玩欧卡一系列的那种戏车 这样带助感也会比较强 因为不可能你说你玩一个娱乐游戏的话呢 用那个赛车反向盘去玩 这样就感觉有点突兀